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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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ate 我是Escophia的畢業生 分別修讀了Crasine和Pastry 現在我在這個課程做了教 快到年尾了 大家應該在想做什麼食物給好朋友 想上桌的時候娃娃聲 今天我就和Ritorinos 一起做一道法國菜 好看又好吃 希望大家喜歡 入廚當然是需要一套專業的刀具 令到做每一件事都是時半功倍 今天跟大家介紹 這套Ritorinos刀柄組合六件裝 套裝包括有 Swiss Modern 廚房刀 三德刀 切肉刀 切肉叉 還有麵包刀 這套刀柄組合 刀柄的物料是採用PPC 內高溫達到110度 亦都可以放在洗碗碟機內清洗 刀柄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另外所有刀具切肉叉 都是100%瑞士製造 事不宜遲 立刻和大家介紹今天的菜式 香煎鱈魚柳 配香檳忌廉汁 還有香甜微辣的燈籠椒肉 通常我們煮一些新鮮食材 例如雞 魚 肉 我們之前也先做一做磨刀 確保刀鋒夠鋒利 首先我們要準備雪魚柳 洗乾淨用廚房紙印乾水 然後我們用三德刀切開三九 三德刀刀刃上有省槽的 這個特別的設計是有助減少食物黏著刀身 我們用這塊砧板是用環保木纖維製造的 比起傳統的木材 沒有那麼容易發毛 亦都不相刀刃 一個粒槽的設計是不讓醬汁流走 剩污汁的桌子 亦都方便清潔 我們之後會加鹽和胡椒粉調味 我現在準備做Bell Peppercad 首先我們用切肉叉插著Bell Peppercad的尾部 然後在明火上面燒 燒到皮直接變碳黑為止 我們就可以用廚房刀刮走皮 燒完去皮之後 我們會把它切成小粒 然後放入醬汁裡炒一下 我們會下油和鹽 為什麼我平時會用Pepercad 但我這次會用青陽辣椒 就是希望青陽辣椒的微辣的感覺 清新的感覺 放進皮製製造的 亦不會有其他色素影響 亦不會用什麼粉末 煮到這樣 我們會檢查它的滋潤 夠不夠稀 然後調味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準備香檳忌廉汁 首先我們將乾蔥切碎 如果想醬汁更加有風味濃厚 我們可以加一塊冬牛油 然後就放在鍋盤裡 用細中火炒香些乾蔥 然後就倒些香檳進去 令它減少 直至只有三分之一的量度 我們先加忌廉汁 將醬汁慢慢煮到 變成是稠身了 就可以了 最後就拿些檸檬汁進去 加個雞尾酒在醬汁裡 然後用拌勻 它就會有一些穩定的泡泡 我們便將泡泡放進魚裡 黃色的菜汁裡 因為我覺得會用到拌勻 的是偏薄片 這些我用了外丸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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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特別版的熟摺 它很輕身 而且很符合人體工學 和刀縫非常鋒利 就容易披勻很薄的片 然後 Alles PILA 放進起 dengan鹽 加鹽煎香 原來能使它軟身 所以我們可以包一塊 把茄子切出椰菜仔、紫椰菜花和毛花果分別洗乾淨後 要煮的兩個就是油鹽糖水煮4至5分鐘 毛花果就這樣切開就可以了 也是用來擺盤的 小廚房也可以幫我切毛花果 切一些小小的蔬菜 因為它體積比較少又輕身 做好了 今次我就不用平時的玻璃碟上菜 就用了Vitoynos的Handy砧板 這個砧板除了像平時一樣切菜之外 亦都可以上菜的 很漂亮的 希望大家喜歡 在節日裏煮給朋友吃 多謝 拜拜 好 好